港安宏小姐 这么用心 我相信她一定对我们的计划内容 我相信她已经读得很清楚 才会提出这个问题 那也很敬佩 她这么用心来关心 那有关这个联通道 南北基地联通道 是上在民国94年的一个审查会里面 事实上是市政府交通局要求 那要求做南北基地的联通 那最主要当时基地一个理由 一个理由 很重要的理由是说 因为基地是南北两块 那又距离那么近 那么近 所以当各社一个出入口的时候 怕对成功路的交通的冲击 所以当时委员 边际交通局的要求说 那持续只设一个 只能设一个出入口 当时还没有所谓的东武林 另外就是康五路 现在康五路 当时还没有这条道路的 所以这个是市政府交通局 基于说 不要影响到成功路五段的一个交通量 希望直接在南北基地做一个内部的通道 那在这个做内部通道的同时 我也有做这么要求 他希望我们要去拨外这个 这个拨 希望用高价的方式 这个事实上记录很清楚 你看主要计划的22页 会议记录都有 用高价方式不要去挖到这个 尽量不要去挖到边坡 这个是 当然我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宏理事 宏小姐这样的一个 一个提出这样 就好像上次的巴尼道路 巴尼道路 当时说明会里面 也有 也有 我们乡亲提出来 那 市政委也要求说 那你巴尼道路能够做出来 活化后面的所谓运动场公园等等 那 大家如果均有这样一个看法 因为现在的94年的审查意见 当时我刚刚特别说 没有东吴连外道路了 现在已经有了 能不能免掉这个委员要求的 我们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努力 很感恩宏小姐这样的用心 坦白讲这不是 人是会选的 是被要求的 那一起来努力 就好像巴尼道路 相信希望说 不要车子进去 能够用自行车走道 做了一个很美丽的 一个绿色隧道的一个 一个零零大道的一个景观道路 事实上我们都听进来了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 在这个部分来共同来努力 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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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